威迪文查尔斯顿是水人的入门级金肩产品 查尔斯顿诞生于世纪之交 在国内10年前后达到了人气的顶峰 现在稍微有一点过气了 约700元左右的价格 小查可以提前到金肩 厚实的树枝笔杆及独特的造型设计 基本上是市面上方便买到的 最便宜的现产欧美品牌金肩笔之一 由于查尔斯顿的名字念前有点绕口 以下视频中都以其捏衬小查来替代 小查的包装基本上是水人现产的包装 蓝色的测开方盒子 内附有说明书 墨囊 吸墨器 其实它包装没有太大的特点 水人的吸墨器被勾病的比较多 主要是容易裂 但是目前也还比较容易买到 因为吸墨器坏了总比活塞坏了要好一点 此外还可以使用水人的墨囊 水人的墨囊是属于储膜量极大的墨囊 小查的造型是一只明显的复古笔 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水人 1940年的水人百年款 加上黑金色的配色 以及拉杆的吸墨方式 不过美国水人至此之后 也没有更惊艳的产品 气数已尽逐渐关闭了美国的工厂 开始进入了法国水人的新时代 小查不同于常见的日比得比 是一眼就可以认出其品牌特征的 比如说镂空的笔夹 与笔夹一体的金属天关 都是水人最有代表性的设计 而如果要找小查最大的特色 便是陆奇装的造型 小查的笔帽笼比较靠前 而传统的笔握位置处是极短的 在罗文与金属环之间 还有一段笔握的延长部分 学上笔帽后 笔帽在视觉上并没有完全覆盖住笔握 露出性感的腰部 有点小贺才如尖尖角 早要倾听立上头的模样 而在笔帽后侧的杜金环 上面有WATMAN的名牌 及FRANCE的字样 光面 细槽 金属环之间的相互过渡 增强了视觉的丰富性 小查的尾巴也是复古的修长 带一点轻微收窄的尾巴 带一圈镀金环的装饰 即使是碎素的黑金小查 其实看起来也不会很单调 当然独特的外观造型 并不足以让小查这么火 小查能做上十年前 欧美笔力推的座椅 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适合日常使用的尺寸 第二是结束切体验 小查是一只不论男生女生 手大手小都能够握持较为合适的笔 整笔呈现修长的枣糊型 不论握笔的位置还是笔杆 在户口的位置都有疏似的体验 同时小查具有极厚实的树枝笔杆 整笔重量25克 笔帽重量就有6克 而笔杆重量有20克左右 20克的树枝材料是属于偏重一点的 但是小查握在手中的重量分布很均匀 整笔的一体感非常强 小查的笔尖为18K金尖 笔尖尺寸属于非常小的尺寸的笔尖 露出部分其实甚至比摆了3号尖更小一点 但是小查后半部分会比晶片 会比摆了3号尖更长 而小查学下晶片的方法 也和摆了比较类似 直接平着拔 不过由于小查的晶片机比我极其长 在笔尖拔之前最好用清水润滑一下笔尖 同时需要比较大的力气 配合一点旋转的力量 可能会好拔一点 书写则是小查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 小查书写体验非常棒 属于非常有特点的书写 不论是F尖还是M尖都属于偏硬的尖 但是F尖和M尖的书写风格有一点小区别 M尖是极其顺滑的书写体验 属于是可以控制的顺滑 而F尖是在顺滑的基础上 稍微加了一点点阻力 在8号米航尖距的本子上 写可能稍微有一点拥挤 但是如果不均拟于航尖距的横线本的话 日常使用还是非常舒适的 水人的书写体验不一定是最惊艳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会比较喜欢的 但是小查也不是完美的比 小查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 或者说是通病 就是拖度 笔帽以及头尾的金属键部分容易发生半点状的拖度 个人总共买过四只小查 两只凸现了这样的问题 具体拖度的个体也很奇怪 之前拖度的是黑杆金夹的金色镀镜件发生了拖度 而这个是黑杆银价的银色镀镜件拖度了 反而这个白杆金夹都没有拖度 就找不到拖度的规律 当然总有点小毛病也是水人的品牌特点 其实与小查同家会的还有海韵 海韵与小查的树线体验都是有点类似 但是笔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线杉与复古 流线型与传统的仿锤型 金属与树枝材料 插把帽与旋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只是目前一直有加个很便宜的加马逊 琥珀海韵 而现眼的黄蓝白三色小查比较难寻 黑金和黑银小查又似乎有一点点平庸 所以其实个人还是更会推荐海韵一点 但是小查也是一只很好的笔 也是一只很有意思的笔 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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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